HELLO 你好 我是Cathwin凯欣 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些什么状态是会让你 浑身不自在的嘞 我的话肯定就是尬了 因为我很担心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头 空气突然间凝结 然后你内心很想唱 嘴巴 空气 突然 安静 什么是尬聊 就是尴尬聊天 我甚至有试过一次是很好笑的 那个追求者他安排了一整天的行程 就是跟我约会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嘛 然后我们其实也还没有在一起的 反正就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 然后他就安排了一整天的行程 感觉好像超级完美 超级浪漫的 没有想到最后真的败在聊天 他带我去了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没有想到我灵魂出车好几次 因为我们真的聊不下去 他问我的问题就是 你工作上班累不累的? 哦 还好咯 就有时候会比较忙一点 哦 这样你的工作是处理什么的? 哦 就是一些paperwork的东西 然后聊着聊着 我也想钓鱼了 所以他的计划即便再完美 也真的败在聊天啊 新年期间就快到了嘛 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庆祝 因为完全没有概念 今年的新年会长什么样子 可是过往的新年呢 我常常看到很多尬聊的情况发生的 就好像你去爸爸朋友的家拜年 然后那些auntie们呢 他就会一直叫你吃年饼 来啊 吃啊 吃啊 这个很好吃的啊 我朋友自己做的啊 我买这罐拿多少钱多少钱啊 然后试吃之后 哇 很好吃哦 然后话题就结束了 然后大家就静静一起坐在那边看电视 我心想 为什么来你家拜年我要看电视? 其实我不会在家葛优躺着看脚开大大 看多舒服自在啊 还有 为什么新年期间大家特别爱问 破单了没有啊 有没有另外一半啊 几时要结婚啊 几时要生小孩啊 花红多少啊 是因为人家真的不知道跟你聊什么 所以他们觉得说问这些问题 就可以制造话题 然后跟你越聊越久 没有想到其实是很反感的 那到底新年要跟他们聊些什么呢 今天决定分享这几个技巧给你 赶快把它学起来 首先第一点 找出你们的共同点 它可以是共同兴趣 共同爱好或者是共同朋友 好像比如如果你们都喜欢王家儿的话 你们就可以聊一下王家儿 最近有什么动态啊 什么照片非常的sexy啊 那如果你有共同朋友的话 哇 最好不过了 因为你们可以聊 关于这位朋友的事情 你们两个都会有共鸣 就好像同事之间 如果出来吃饭的话 肯定会聊谁 聊老板啊 因为work from home 太久没有见到同事了 难免就是你要start engine 要开启话题的时候 你不知道从何下手嘛 不可能你们聊 你work from home期间过得好吗 那种太客套太无聊了 当然就是要聊一下老板 诶诶诶 有没有看到啊 老板的胸肌力很大咧 话题就从此开始了 对不对 可是在这里要强调哦 并不是叫你去抹黑这个共同朋友 又或者是挑拨你间哦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非常的bubble了 我们纯粹是聊一下 啊 这位朋友最近的动态 你非常欣赏他 羡慕他些什么 那你们才可以越聊越海 那如果你找不到跟对方的共同点 然后又初次见面 不好意思聊这些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把No.2学起来 就是聊吃的 这个绝对是最安全 最轻松 最没有压力的话题 就是它不分国际啦 也不分年龄层啦 你要跟长辈聊吃的也可以 你要跟年轻的也可以 就好像你跟我爸爸聊天的话 你不可能跟他讲 哪一个cafe打卡美的吗 你肯定就会跟他讲 哦 Uncle 那里的bakutay超好吃的咧 然后 Uncle 如果真的对bakutay有兴趣的话 他就会仔细听咯 如果他不喜欢的话 啊 你就问他啦 为什么你不喜欢吃bakutay bakutay这样好吃 哦 你喜欢吃干的是嘛 就可以在食物里头找话题 你觉得聊这些也太难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从桌上的年饼开始 你可以讲一下年饼 啊 Auntie 这个梆里薯很好吃咧 哪里买的 叫他介绍给你 Aunty 你的肉干也真的很好吃咧 什么牌子的 问下去敢敢的问 那 Auntie 知道你在称赞他 肯定会很开心的嘛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说我最近在减肥 我真的一点都不想要聊吃的 没关系 刚刚有听到两个重点字吗 就是赞美 第三个point 找出对方身上的亮点啦 每个人都喜欢听好话的 你称赞他 他们都会很开心的 可是 千万不要只是称赞我 你要对你赞美他的事情 产生好奇 就好像那天我看到 我的朋友剪了短头发 我觉得很好看 我就忍不住称赞他说 你剪了短发真的很好看咧 如果只是赞美他的话 两个结局 一个他就跟你讲谢谢 另外一个就是 哎呀没有啦 有些朋友讲哦 看起来好像比较成熟哦 然后话题就end在这里了 然后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接话了 走来走去还是在同一个答案啊 你走不出来啊 如果想要走highway的话 就加上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在称赞他 哎你剪了短发很漂亮耶 因为你突然之间会去剪的 你很勇敢咧 就开始听他讲故事咯 因为当你产生好奇的时候 对方才知道 如何跟你继续的聊下去 只是赞美的话 你要对方给你什么反应 如果他认同自己很美的话 就跟你讲一声谢谢咯 如果他假谦虚的话 就跟你讲说 哎呀没有啦 话题就直接结束了 所以要产生好奇心 而且也要看场合 还有看对象哦 千万不要乱乱赞美哦 就不可能我回阿俊的家 然后我看到阿俊的衣服穿得很好看 我赞美他之后 然后问他哪里买的吗 因为阿俊不觉得我很假 我怎么可能会去他那间店买呢 对不对 我们的年龄有差啊 所以呢 当你遇到长辈的时候 没关系 你可以去到point number 4 跟对方聊他的成功之道啦 他不一定要非常非常成功的 他可以是经验之谈 就好像我第一次回到阿俊妈妈家 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聊到他的事业啊 就讲到哦 他是做幼稚园院长的 然后我就会开始问下去 哎 为什么auntie你会开始做这个争议的 auntie才会继续把故事给说下去 而且这个故事是很真真实实 他走过来的 不会有什么对错的纠结在 或者是很技术性的东西 他需要去思考很多 聊得很压力的 那反正就是讲他自己的故事给你听而已 而且长辈们他们痴言多过我们痴迷 肯定就是非常乐意分享他们的成功之道 或者是他们的经验的 最后一招 一定一定要学起来超好用的 就是重复对方的答案 哎 这是我几年前在communication class学会的咧 当时候老师就是传授了一些什么social的skill给我们 就教我们如何去应对一些陌生人 如果在一些party上 你要怎么跟对方开启一些话题 然后我们就有做了一个experiment实验 我就刚好被拍到跟那个讲师一起 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问了他一句 哎 你是做什么工的 然后他就回答我讲师 然后我当下应该就是压力逼到我思考不来还是什么 反正我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他的答案 我就说 哦 讲师 然后对方就自然而然回答我说 对啊 我做讲师已经有30年的经验了 什么什么一大堆 然后我就想说 哦 30年了 然后他又自动的讲说 对啊 我一毕业出来就开始做这个讲师的工作了 什么什么 他就自己会延伸那个话题 所以只需要重复对方的那个重点就好了 而且要有那种疑问疑惑的感觉 对方就会自然而然为你解答你想要问的问题 而且这个真的超级无敌方便 你不需要动脑 你只需要专心的聆听 诶 到底重点是拿两个字 所以新年期间不要再用什么 你脱单了没有啊 几次打算结婚啊 几次打算生小孩啊 来开始话题 其实有很多东西你可以聊的 希望今天这支影片有帮到你了 那我觉得不只是在新年期间可以派得上用场啦 就像平时如果有什么client party啊 你跟陌生人初次见面啊 约会啊 啊 这些skill都很好用 拜托你们学起来好吗 不要再让尬聊的情况发生在你身上 因为真的很痛苦啊 而且如果你跟对方真的不是很熟悉的话 那个宁静的氛围其实会导致对方很不舒服 我不想要再跟你出来啊 会让你打扣分啊 所以把这些skill通通都给学起来啊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记得点个赞 想要看我们聊什么话题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也记得订阅我们 还有打开小铃铛哦 See you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